刚开篇日本就亡国的日漫你看过吗 黄历2010年超级大国神圣布里塔尼亚向日本宣战 在黑科技战斗机甲的加持下 仅用了一个月 布里塔尼亚军队就踏平了日本 日本从此沦陷 甚至连国名都被改为了十一区 但侵略性的战争必定会引起反抗 主角鲁卢修就是其中之一 他是一名布里塔尼亚人 从小在日本长大 祖国的侵略行为让他十分憎恨 只不过现在的他还是名高中生 空有一腔热血 饶式再有聪明才智 也只能靠下国际象棋赚点零花钱 但命运的齿轮却悄悄开始转动 在回去的路上 因为鲁鲁修乘坐的三棒子违规变道 导致后方的辆卡车撞入旁边的废墟 热心长的鲁鲁修前去救人 却被突然启动了车子甩入车厢 一下子摔了个七魂八素 但还没等他反应过来 头顶就响起了军方的大喇叭 原来这辆车 竟然属于十一区的反抗军 他们刚从实验室里 偷出了一台秘密武器 而可怜的鲁鲁修 莫名其妙就被卷入了这场纷争 要说反抗军这群人 也不是吃素的 只见副驾驶上的少女 卡林来到车内 驾驶着一辆红色的机甲 外出迎敌 军方现状也派出机甲 一时间两台高达在公路上 打了个难解难分 卡车趁此机会躲入隧道 一名军人却尾随而来 立马发现了躲在车厢内的鲁鲁修 不由分说 就是一顿暴揍 但大水冲了龙王庙 这名军人竟然是鲁鲁修的发小 朱雀 老友相见还没来得及叙旧 一旁的秘密武器却突然打开 绿发少女的出现 再次让鲁鲁修陷入蒙鼻 布里塔尼亚军队却在此时出现 他们不由分说就想要射杀男主 朱雀本想用军人的身份为好友开脱 却惨遭队长一枪毙命 眼看难逃厄运 绿发少女突然冲出 帮他挡住致命的子弹 残酷的一幕让鲁鲁修彻底破坊 那一刻他好像进入了幻觉 在与少女的精神短暂的交代后 鲁鲁修觉醒了 只见他的左眼闪烁起了皈依的光芒 一只星红之鹰夺眶而出 鲁鲁修以高傲的身姿 向军人们发号施令 你们给我死吧 在经历军人们集体自杀的短暂震撼后 他立刻开始了下一步的行动 现实利用超能力夺走了一台机甲 接着便着手分析目前的局势 他现在所处的心肃贫民窟 因为反抗军的行动而被军方管制 想要突围就必须尽可能集结友方力量 于是鲁鲁修将目光放在了反抗军身上 他入侵反抗军的电台 通过京剧的爆点成功帮助卡莲逃生 还稍待手的击毁两台军方机甲 逼得一名王牌技师跳舞伞逃生 顺路给反抗军人手配了一台高达 好家伙 你这战术水平 他不是把孙子兵法当睡前毒物了吧 鲁鲁修的指挥成功取得了反抗军的信任 毕竟现在是紧急时刻 反抗军说领闪耀 更是将指挥权交给了的鲁修 事实证明这是一个明智的决定 在他的指挥下 一盘散沙的反抗军竟然配合的天衣无缝 不仅在气息中屡屡得手 甚至还重创了敌方的主力部队 一时间只是一片大好 但一台从天而降的白色高达 却以一几只力永远的战局 这台白色的机甲名为蓝斯洛特 驾驶员不是别人 正是死里逃生的猪犬 按理来说 他这种十一区人是不允许驾驶机甲的 但技术部的领导洛伊德 可不是一个守规矩的人 在他的半鼓励半强迫下 朱雀成为了首名十一区机甲骑士 蓝斯洛特恐怖的战力 轻易撕开了反抗军的防线 甚至直倒黄龙 找上了隐藏在暗处的鲁修 两名好友在互不知情的情况下 展开了对决 受无负极之力的鲁修 瞬间遭到碾压 幸亏卡莲及时前来救援 让罗罗修躲过一劫 但即使如此 反抗军的防线已经尽数崩溃 帝国军队轻易地找到了他们的基地 就在反抗军即将团灭的关键时刻 军队的统帅 帝国的三皇子竟然下令停火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原来 罗罗修也使了一招 釜底抽薪 伪装成军人的他 竟然混入了皇宫 从而挟持了三皇子 而他真实的身份 也在此刻揭开神秘的面纱 对祖国充满憎恶的中二少年 竟然就是国王的亲生儿子 皇位的第十七顺位继承人 而又是怎样的仇恨 能让他对自己的亲哥哥都尽相向 原来 罗罗修的童年曾发生过一场惨案 他的母亲玛丽安娜王妃死于政治谋杀 罗罗修被迫和盲眼的妹妹 娜娜丽流亡海外 这份血海神仇 被他算在了王室的身上 于是他立志 要将整个帝国先翻 而如今他用超能力控制了三皇子 要对方将王妃之死的相关消息 全部说出来 没想到三皇子就是个酒囊饭带 他除了知道幕后黑手 是二皇子和二皇女外 其他的一概不知 没搞到情报的罗罗修很是生气 冷血如他竟然对亲哥扣动了扳机 别看罗罗修在战场上冷静的宛容死神 回到现实生活中 他依然只是一个高中生 要在同学们之间维持着好学生的形象 这天他在班里见到了一名红发女生 竟然就是反抗军机师卡莲 她是一名不离塔尼亚和日本婚系 在学校里我装成体弱多病的大小姐 这双重的身份让陆陆修很感兴趣 他主动加上卡莲 并用超能力向他问话 问了些不痛不痒的问题后 陆修打算用超能力将近风口 但没想到意外发生了 如陆修的超能力对同一个人只能用一次 这一下坏了 卡莲瞬间产生了怀疑 好在同学夏丽突然出现帮陆修解了围 但他甚至问题不解决只会持续发酵 于是放学后 陆修再次约上卡莲 两人还没聊上几句 就再次被夏丽领先的学生会搅和 一通打闹过后 众人竟然将香槟撒在了卡莲身上 这一下子他只能去一世洗漱一下 而前来送换洗衣服的陆修 终于有了和卡莲独处的机会 和这一扇一连 两人正式把话说开了 卡莲怀疑陆修就是在新宿指挥他们的神秘人 陆修不知可否 此时电话响起 陆修拿起听筒后叫给了卡莲 电话那一头竟然传来了陆修的声音 原来是他用超能力催眠了女仆 让他在指定时间播放了自己的录音 这下彻底打消了卡莲的疑惑 罗鲁修也终于不用怕身份暴露了 但电视却在此时 公布了三皇子临时的消息 同时他们还宣称 已经抓到了杀害皇子的凶手 正是兰斯特路的驾驶员朱雀 众目睽睽之下 杀害神圣布利塔尼亚帝国三皇子的凶手 竟然轻松逃遇 更可怕的是 劫余的人马总共也就一辆卡车 车上除了司机只有一名乘客 再加上一名监营人员 仅三人便轻松戏耍了第一帝国的高达部队 能定下如此离谱计划的 自然是我们的主角陆鲁修 他在得知好友朱雀被捕后 心情喜忧参半 喜是因为确认朱雀还活着 忧则是好友替自己背上了黑锅 其实布利塔尼亚为何会选择朱雀登被锅侠 陆鲁修心里也有数 驻扎在十一区的布利塔尼亚军队 并非铁板一块 尤其是纯雪派与混雪派的冲突最为强烈 纯雪派认为 军队就应该由布利塔尼亚人控制 与之抗衡的混雪派 为了增强自身实力 招募了不少十一区人担任一兵 表现良好者将被授予 名誉布利塔尼亚人的称号 朱雀正是其中之一 好巧不巧 朱雀的父亲曾是日本的最后一任首相 只要他成为杀死三皇子的凶手 那纯雪派就能依此彻底击溃混雪派 可怜的朱雀就这么沦为了政治牺牲品 技术部领导洛伊德想为他作证 但主导这一切的纯雪派将军橘子哥大权毒烂 他决定拉着朱雀游街 在他受监万人唾骂后 将他送到刑场处决 卢鲁修自然不让橘子哥的阴谋得逞 他找上了当初在新宿合作过的反抗军 你们帮我救下朱雀 我就帮你们推翻布利塔尼亚 为了表示诚意 卢鲁修甚至亲自下场与恐怖分子面谈 戴上面具的卢鲁修自称为ZERO 他表示虽然结语这件事听起来风险很大 但只要你们听我的就不会出问题 放抗军也不是傻子 紧拍线首领善药与吉尸卡莲两人赴约 卢鲁修冷哼一声 哼三个人就够了 于是那场荒唐的三人结语事件就此展开 面对着帝国机架的陆修丝毫不慌 他一抬手就亮出了自己的底牌 卡车里竟然拉着反抗军偷出来的秘密武器 房间流传这里面藏着巨量毒气 这要是在人群中爆炸 后果不堪设想 橘子哥一时间投鼠机器 取得主动劝的陆修平淡地说道 三皇子是我杀的 你们抓错人了 所以请把助学交给我 还有橘子哥你记不记得orange事件 位高权重的帝国将军竟然帮助恐怖分子逃狱 甚至不惜向昔日的战友开火 他到底有什么把柄落在别人手里 其实吧 乐乐修只是信口胡作了一个单词 并且是还有介事的表明 如果你把我杀了 这件事就会曝光哦 橘子哥当场蒙逼 你在说啥 乐乐修趁机发动超能力 我命令你全力帮助我们逃跑 遵遭控制的橘子哥当场挑反 在他的协助下 鲁鲁修顺利带着朱雀等人逃离现场 鲁鲁修的计划可谓是一身二鸟 在混血派眼里 橘子哥的行为就是被敌人抓住了把柄 从而临阵倒戈 这叛国的行为能让橘子哥的政治生涯走到尽头 救下朱雀的鲁鲁修 以Zero的身份和好友谈判 你看你 对帝国效忠有什么意义 他们想抛弃你就会抛弃你 所以不如加入我们吧 朱雀却提出了反对意见 我讨厌现在的帝国 所以必须要加入他们并从内部做出改变 说着朱雀便投也不回地朝刑场走去 自此一对价值观不同的好友 彻底走上了相反的道路 以Zero当中表示是自己杀害三皇子 回到刑场的朱雀被判无罪 从法院出来的他遇到了一件好事 一名美少女竟然从天而降 少女自称叫做尤飞 说教能力堪称恐怖分子 拉着刚认识的朱雀全程乱跑 又是救猫咪又是吃零食的 这样朱雀感觉到了久违的快乐 但尤飞却突然严肃地说道 我想去新宿披鸣库看看 被战火摧毁的新宿呈现出一片悲凉的景象 触景生情的尤飞显得很难过 此时刚巧两名布利塔尼亚学生路过 他们嘻嘻哈哈地嘲笑着死于战争的十一区人 就戳到了当地民众的痛楚 眼看双方就要打起来 朱雀赶忙出手相助 没想到双方竟然统一调准枪口 在十一区人的眼里 朱雀投底的行为无异于叛国 而在不以塔尼亚人眼中 朱雀不过就是一名奴隶 双方的态度让朱雀陷入了沉默 远处的一阵枪声突然打破了寂静 原来是橘子哥的手下 想趁机杀掉他取而代之 朱雀赶忙请求技术部部长洛伊德帮忙 让我驾驶兰斯洛特 化解这场无意义的纠纷吧 当叛酒被兰斯洛特压制 山穷水尽的他们 打算用出终极武器 尤飞却在此时赶到 他以皇女的身份 命令所有人停手 而他正是帝国的三皇女 鲁鲁秀的亲妹妹 尤飞米亚布里塔尼亚 认识一名王族到底有多爽 昨天还是证人唾妈的死刑犯 今天就能以容易 布里塔尼亚人的身份上学读书 在课后还能在技术部担任机师 可谓一脚踏上人生巅峰 朱雀能有这种生活 全拜尤飞所赐 在他的眼中 这个对所有人一视同仁的三皇女 就是他梦寐以求的仁慈君主 于是他向尤飞宣誓效忠 将要同他一起 创建一个没有战争的世界 朱雀转学所进入的 正是鲁鲁修救赌的班级 两名好友 以这种特殊的方式重逢了 鲁鲁修对此心情复杂 最近他也遇上点事 某天他回到家中 发现妹妹娜娜丽身边 竟然坐着一名绿发少女 这可怕的鲁鲁修吓了一跳 你那天不是死了吗 绿发少女却对此三肩其靠 我只告诉你三件事哈 第一 我的名字叫CC 第二 你的超能力是我给你的 第三 我成绩以后就要住在你家啦 面对这个充满疑团的少女 鲁鲁修也捍卫着 被迫和美少女过起了同居生活 CC随心所欲的性格 没少给他惹麻烦 鲁鲁修只好将其挨个化解 这一遍的问题还没解决 学校里又来了一个猪雀 心怀鬼态的鲁鲁修 只好约他来天台见面 想要探探这名好友的底 天真的猪雀 对朋友没有丝毫怀疑 他完全没想到 面前的人正是那天 救下他的ZERO 这样鲁鲁修松了一口气 他见了好友带回了家中 猪雀的平安 让盲眼妹妹娜娜丽非常高兴 他们兄妹当年 可是和猪雀一起长大的 感情自然相当深厚 娜娜丽当即决定 与猪雀一起吃晚饭 饭桌上 猪雀透露自己放学后 要去技术部当技师 这份话引起了CC的注意 他提议 要不要提前做掉这个危险分子 鲁鲁修就表示 没关系 这是我最好的朋友 在鲁鲁修的帮助下 身为十一屈人的猪雀 成功化解了 布里塔尼亚同学的歧视 并且加入了学生会 属于他们的校园时光 即将开始 而布里塔尼亚之事 也因为三皇子之死 波云鬼君 二皇女丽亚 被派遣为新任十一区总督 他将在副总督尤飞的辅助下 全力追查Zero 而鲁鲁修的亲生父亲 布里塔尼亚皇帝查尔斯 也在儿子的当地上 发表了慷慨激昂的演讲 中二少年鲁鲁修 为何会对祖国充满仇恨 这一切还要从她的童年说起 母亲玛丽安娜王妃死于一场政治谋杀 妹妹娜娜利腿部中枪落下残疾 眼睛产生了新阴性的失明 面对如此凄惨的儿子 查尔斯皇帝却表现得一场冷漠 我没工夫大力你们这些 保护不了自己的弱者 你这个儿子已经废了 不如和你妹妹一起去日本当质子吧 从此以后 鲁鲁修便成为了一具行尸走肉 仇恨是他活下去的唯一动力 为了给母亲报仇 也为了保护妹妹 她必须要推翻那个冷血的祖国 而现在摆在她面前的最大对手 就是新任十一区总督 二皇女丽娅 军队出身的她能打仗会开高达 刚刚上任便对当地反抗军展 开了残忍的围剿 而露露修俗化身的ZERO 正是她最大的眼中钉 这天丽娅的军队开至奇运县 她先派遣军队包围了整片区域 接着通过新闻 提前向民众通知了作战计划 自己一眼就看出了丽娅的想法 就是在向ZERO宣战了 露露修自信地表示 没事我肯定能赢 说着就打算前去应战 CC却掏出手枪挡在了她的面前 我给你超能力不是让你去送死的 露露修早就料到会有如此的展开 只见她也掏出一把手枪 CC满脸轻松地说道 你可是见过的 手枪是杀不死我的哟 露露修薄命的谈判打动了CC 此时的奇遇线的确在等待着她的降临 当地有一半以上的军民支持反抗军 这种行为让丽娅非常反感 立刻传令下去 杀光区域内的所有民众 炼狱般的屠杀场景震撼了露露修 她立刻展开了与新宿同样的战术 用超能力拿下机甲后联系反抗军 指挥他们重创的帝国军队 丽娅很快反应过来 这是ZERO来了呀 于是她立刻将前线部队撤回 这正中露露修下怀 她再次混入了撤退军队中 想以此接近丽娅完成斩首行动 但丽娅可不是三皇子那种酒囊饭带 她早就察觉到露露修的计划 立刻派出了轻卫队迎击 轻卫队恐怖的战斗力 让反抗军方寸大乱 惊慌失措的众人 完全无视了露露修的指挥 结果被轻卫队各个击破 一场反抗惨遭光速镇压 互不担心 丽娅要求所有驾驶员打开舱门 这让露露修更加绝望 难道我创业未办就要中道帮从吗 突然出现的ZERO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 丽娅立刻下令追击 绝境中的露露修趁机逃进了下水道 她在这里见到了CC假扮的ZERO 逃出生天的露露修感到了失败的耻辱 她认清了一件事 利用乌和之中打仗是没有未来的 想要推翻布里塔尼亚 就必须要组建自己的军队 而什么人能成为自己的军队呢 露露修以ZERO的身份 找上了以ZERO和卡莲为主的反抗组织 这些人对ZERO的领导力是福气的 双方一拍即合 山耀认为露露修是想要完成反抗事业 露露修却表示 我们才不是烂大街的反抗组织 我们要当正义的使者 咦 笑话 你中二兵都要报表了 此时电视播报了一子新闻 十一区规模最大的反抗军 日本解放阵线 占领了一座酒店并携取了部分人质 他们要求与总督谈判 否则每半个小时就会杀死一名人质 铁血军人利亚肯定不会答应和谈 但拯救人质的行动也迟迟没有展开 露露修嗅到了其中的异样 自己的这个姐姐应该是在害怕着什么 果不其然 被绑架的人质中 除了露露修学生会的同学夏丽等人外 三皇女尤飞也隐藏在其中 露露修知道 冷血的丽亚全世界只疼一个人 那就是妹妹尤飞 于是露露修派手下偷了一辆电视卫星车 正大光明地驶向了酒店附近的军队 丽亚打算将她这种恐怖分子当场格杀 露露修却淡定地说道 你也担心人质的情况吧 不如让我和他们谈谈 反正耗下去对你也不好吧 露露修的一些话戳中了丽亚的痛楚 权衡立弊后她选择放这些人进去 露露修因此顺利见到了恐怖分子的首领 他们运服且落后的思想让露露修很是不满 双方谈判失败 眼看就打起来 露露修的超能力发动 老王公们洗内 此时房门打开 尤飞居然出现在门口 原来关押人质的房间刚刚发生了一场风波 学生会成员尼娜因下意识说出歧视性语言 引得看管他们的军人非常生气 眼看现场就要发生冲突 尤飞主动站起来表明身份 三皇女的出现震惊了所有人 底层士兵只好将她送到领导所在的房间 迎接他们的只有屋内绪性的一幕 露露修顺势接管了整间酒店 她对着亲妹妹尤飞掏出了手枪 冷血如她 难不成又要对手足下杀手了吗 军队营救人质的方法 竟然是派高达潜入下水道 击沉酒店的地基 在整栋楼沉入大海之前 人只有八分钟的逃命时间 好家伙 这他们是俄式救援吧 负责执行这项计划的是技术部 技术部首席机师朱雀 披挂上阵 她利用蓝色套路强大的机能 轻松解决了恐怖分子 部署在下水道的大炮 并且完美完成了打穿地基的任务 身处酒店中的露露修 早就算得了这一步 配合着朱雀的进攻 她引爆了提前安放的炸弹 本以为人质会因此全输丧命 没想到露露修提前一步 将人质转移到了海上 她与手下则站在了人质的中心 这让想对他们动手的军队投鼠忌器 此时偷窃的那辆电视卫星车发挥效果了 露露修以胜利者的姿态 向全世界人民发表了一通演讲 这场中二的演说 让Zero与黑色骑士团的名号 响彻全世界 但你以为露露修想因此发动革命吗 才不是呢 他竟然带领骑士团当起了蝙蝠侠 什么制毒贩毒啊 黑心企业家啊 有阅谋的犯罪组织啊 全都是他们打击的对象 一时间 Zero与黑色骑士团的口碑节节攀升 成为了游离于政府之外的异景 甚至成为了十一区人口中的英雄 丽亚也暂时对他们的行动置之不理 最近十一区民众中流行着一种毒品 丽亚要处理这些分身乏术 好在妹妹尤飞平安归来 原来 酒店事件当天 露修并没有对尤飞开枪 她对尤飞说道 我们以后还会再见面的哟 这一对姐妹因毒品无暇顾及Zero 卢卢修却反帮他们捣毁了制毒工厂 其实卡莲甚至在行动中救下了自己的母亲 她的母亲是一名布里塔尼亚贵族家的女佣 是善于贵族后生下了卡莲 为了守护女儿 母亲始终在这户人家里打杂 受尽屈辱后染上了毒品 卡莲本非常讨厌懦弱的母亲 但在制毒工厂事件后 她终于体会到了母亲对她的爱 从现在开始 曾经迷茫的昏旋卡莲已经不在了 一朵属于黑色骑士团的红莲逐渐盛开 私人武装竟敢和军队宣战 为造成杀伤甚至引爆群山 碎裂的山石宛如滚滚怒涛 不仅吞射了大片军队 连山下的城镇都被碾成碎片 搞出这么大阵仗的 就是我们的主角陆陆修 她通过带领私人武装黑色骑士团当一警 在民众中建立了良好的口碑 不少支持反抗运动的财团向他们掏出橄榄枝 骑士团在短时间内战力飙升 高达数量几乎达到了人手一台的地步 其中性能最强的是一台名为红莲二式的机甲 陆修将它交给了头号机师卡莲 大奖的势力让陆修又可以了 是时候让帝国知道我们的厉害了 正好最近她得到一则消息 总督丽亚决定对日本解放阵线实施清剿 地点正是解放阵线的大背营成田山 而好巧不巧 会战的当天 解放阵线的王牌机师全数外出 总部处于不设防的状态 这样丽亚大喜观望 她将军队分为三组 从不同位置向山上进军 丽亚则亲自披挂上阵 带着战力强劲的轻卫队 亲密的打穿了解放阵线的防守 崩裂的防线 让另一组军队长驱直入 一样看就要打到总部门前 所以隐藏在身上的黑色骑士团突然发难 让你尝尝鲁士兵法第一击 炸地板 炸裂的群衫 不仅将一组军队全数歼灭 也将丽亚的亲卫队与大部队隔绝开来 远处待命的橘子哥 尖撞大喜观望 这就是我洗刷无名的时刻呀 立刻朝前线冲去 同一时间 卢卢修下令冲锋 为首的正是卡连锁驾驶的红连二世 这台机甲的战斗力着实强大 打一般高达宛如抗瓜切菜 而他的杀手锏则是那只右手 第一个用来试刀的 正是拦在他们面前的橘子哥 再次遭到吊打橘子哥心里苦呀 我遇上的都是些什么怪物啊 在卡连的英勇进攻下 丽亚和他的轻卫队逐渐被逼入绝境 正巧这时 解放阵线的王牌机师回朝旧驾 他们的参战宛如一把利刃 直插丽亚的腰窝 轻卫队被迫与这些高手们交战 一时难分胜负 丽亚则在围攻中 被逼到了一处山谷 在卡连和卢卢修的 欢乐二打一中 丽亚机甲几乎报废 难道不离塔尼亚帝国的三皇女 就要交代于此了吗 蓝斯洛特为什么会突然出现 原来朱雀所在的技术部参与了这场战争 但因为是特别行动部队 所以一直在远处待命 而现在总督身陷危机 总指挥尤飞急得焦头烂额 这时朱雀出现 以朋友的姿态向尤飞请求出战 于是那台炫目的白色机甲 终于来到了战场上 蓝斯洛特几乎以一己之力 改变了战局 在性能上 他与红练二世旗鼓相当 以时间两者大的难分伯仲 卡连靠着右手的高温 废掉了朱雀的武器 自己也被击落山崖 拿下优势的朱雀 转身去追了洛修 在蓝斯洛特强大的战斗力下 洛修的机甲被拆成了废铁 这让洛修陷入了绝望 他神经料算 到头来还是输给了超级英雄 就在朱雀即将抓捕ZERO的关键时刻 绿发少女CC突然出现 这让朱雀陷入了瞳孔地震 他那天不是死了吗 CC却大无畏地走到了朱雀的面前 右手摸上了面前的白色机甲 瞬间朱雀感觉自己陷入了记忆的海洋 他看到了父亲 如露休泽没搞清 CC到底做了什么 阴差阳错间 他摸上了对方的肩膀 鲁莽的行为将他也拖入了记忆之海 在那里 他看到了中世纪建筑和女巫审判的现场 这是CC的记忆 接着他又看到了朱雀的记忆 眼见两人即将迷失在这片异度空间 朱雀率先崩溃了 他控制蓝色洛特疯狂地开枪 回过神来的露休与CC二人急忙逃命 两人在一个山洞里修整了一番 期间还着手收了一下感情 这场惨烈的成田山攻防战 就此落下帷幕 这场战役黑色骑士团功败垂成 还把他们本就不多的战争经费几乎烧光 但也不算毫无收获 善要传来消息 京都的大财团想要与他们合作 但前提是需要面谈 送上门来的金主爸爸不要白不要呀 但露露休也不是傻子 他也为会面责喊了万钱的准备 当天晚上 骑士团核心成员在ZERO的带领下 来到一处秘密区点 对方对他们的到来表现得非常热情 派出了四台持枪高达迎接他们 隐藏在幕后的大boss表示 把ZERO的面具脱了 否则别怪我开箱啊 没办法 善要只好主动当这个坏人 但没想到 头盔下隐藏的竟然是CC 而真正的露休 早就混入了一台高达 他三下五除二 就解决了其他的机甲 这家伙到底想做什么 面对提供赞助的金主爸爸 冷酷如露休 都不能免俗地放下枪械 并主动将自己的头盔摘了下来 好嘛 果然是有钱就可以为所欲为 看着鲁鲁修这张年轻的脸 幕后的大boss的瞳孔发生了地震 原来他和鲁鲁修是老相识 大boss曾是日本最大财阀的掌门人 身为首相的好友 自然见过鲁鲁修这个被送来的致死 这老头别的不知道 就知道鲁鲁修对祖国仇恨 要胜过在场的任何人 于是他大笑地表示 我将不顾一切地为你们提供赞助 同时还向骑士团成员喊道 不用担心你们的领导 他可是布里塔尼亚最大的敌人 搞定了财政问题的鲁鲁修 感觉浑身轻松 却在回家路上 见到了被雨林的尸头的夏丽 夏丽一把帮助他痛苦失声 为什么我的父亲会死在成田山啊 原来夏丽的爸爸当天偶然路过成田山 却被骑士团引发的山峰埋住 窒息而死 好友父亲的意外离世 让鲁鲁修心情复杂 他在葬礼上一言不发 学生问的朋友们为了安慰夏丽 纷纷说起骑士团的坏话 朱雀更是直接地说出 ZERO这种卑鄙小人 不在乎过程 只要结果实在是令人不迟 这话宛如利刃插在鲁鲁修心头 同行的卡莲也陷入了沉默 CC则是对这件事表现得无所谓 这条路是你选的 这种情况你也该预料得到吧 你已经失去了停下来的权力了 不要让我失望哦 各方面的压力 让鲁鲁修几近崩溃 他决定靠打仗来缓解压力 最近他收到一条情报 丽亚打算在港口 围剿日本解放阵线的残档 鲁鲁修打算再次横插一脚 这次他变得更加冷血 竟把解放阵线的士兵当作诱饵 一同将解放阵线与帝国军队全部炸死 自己则用老战术将丽亚逼入绝境 关键时刻 朱雀再次临危救助 这次他也没有留情 将ZERO的机甲打了个稀巴烂 鲁鲁修因此昏了过去 他不知道的是 此时一个意想不到的人出现在他的身边 竟然是下力 原来橘子哥的副手蓝发姐 一直在暗中调查ZERO 经过分析 他发现鲁鲁修和ZERO有直接的关系 于是将情报透露给下力 想让他跟踪鲁鲁修来寻求线索 结果下力一路尾随见到了杀户仇人 他立刻捡起了一旁的手枪 但那一刻他却犹豫了 因为他看到面具下那张熟悉的面孔 智商超群的鲁鲁修竟然陷入重大危机 前有隐藏身份被吓有下力壮破 后有一名绝对克制他的死滴袭来 面对如此失控的局势 我们的中二少年该如何化解眼前的危机呢 从战场上醒来的鲁鲁修立刻感觉到了不妙 他随身佩戴的配枪丢失 且地面上洒落着新鲜的血迹 这代表在他昏迷后这里曾爆发过一场冲突 也就是说起码有两个人看到了鲁鲁修的真面目 这让鲁鲁修感到如临大敌 他想到自己曾在战场上撇到过下力的身影 于是边火同CC对他展开了调查 事实确实如此 夏丽再见到杀父仇人Zero的第一反应就是 报仇 当看到Zero的真面目竟然是鲁鲁修后 他犹豫了 夏丽暗恋鲁修是全学生会的共识 他又怎能对心爱之人开枪 就在夏丽犹豫之际 一直跟踪他的蓝发姐出现 他在得知Zero的真实身份后大喜过望 立马就打算向上级邀功 但他忘了 持枪的夏丽此时正站在他身后 为了保护爱人 夏丽扣动了板机 这一发子弹并没有夺走蓝发姐的生命 他顺着大海漂到了岸边 被偶然路过的扇药救起 鞭死的体验让蓝发姐失去了记忆 鲁鲁修的秘密得以继续隐藏 但这些事情夏丽不知道啊 他因误杀别人而泄入了痛苦之中 此时一名带着耳机的白毛找到了他 白毛不仅知道夏丽强击蓝发姐的秘密 甚至也知道了鲁修和他的关系 他三两句话就将夏丽的心态聊崩了 看着痛哭失声的夏丽 一只星红之鹰出现在他的眼中 那边的鲁鲁修接到了夏丽的电话 电话那头竟然是白毛 他以夏丽的生命为要求 将鲁鲁修带到了一台油轨电车上 咱们俩下一把国际象棋吧 这本是鲁鲁修的强项 但没想到白毛仿佛洞袭了他的想法 在棋盘上将鲁鲁修杀了个七零八落 耻辱的落败让鲁鲁修乱了阵脚 白毛却气定神强地表示 你以为只有你有超能力吗 我可是拥有读取思维的超能力哦 而且没有次数限制 你心里想的东西我都知道 你的超能力的弱点位一清二楚 所以咱们开始第二幕吧 夏丽 その銃 ゼロのルルの銃だよ 面对此情此景 白毛开心地说道 他就是你的杀父仇人哦 所以开枪吧 深爱的人正是杀害自己父亲的罪魁祸首 而此时你有一个报仇的机会 你会选择扣下板击吗 夏丽选择了开枪 子弹划开了鲁鲁修的肩膀 中伤倒地的他怀里的照片散落一地 那是夏丽与鲁鲁修的合影 这些照片在此让夏丽陷入了沉默 白毛健壮反身走回电车拿枪 没想到电车的大门突然锁紧 被关在里面的他看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 被揪下的鲁鲁修没空去理CC 他看着怀中痛苦的夏丽 忍痛对他用出了超能力 从此夏丽忘记了鲁鲁修的存在 他恢复了往日的活泼与快乐 鲁鲁修则骗学生会的同学们说 自己和夏丽闹了点不愉快 请大家务必配合他们演戏 夏丽的问题暂时解决 鲁鲁修要把重点放在白毛的身上 CC告诉他 这个白毛名叫毛 是一名孤儿 CC因可怜他便赐予了他毒心术 但超能力长时间使用会导致暴走 毛就是如此 暴走后的毒心术无法关闭 所以他被迫接受这500米内 所有人的内心毒白 世界对他来说是吵杂的 鲁鲁修文言大吃一惊 难不成我的超能力以后也会如此 CC表示没错 所以这次的危机就让我单独应对吧 夏丽绝心的CC开始了单独行动 他在一座游乐园见到了毛 毛的家伙着实有点变态 他的耳机里循环播放着CC的声音 这是他在吵闹世界里唯一的慰藉 而他这次前来就是想带走CC 我只要女神其他别无所求 但这哥们儿追女神的方法多少有点大病 他害怕CC会离开 所以用枪打穿了CC的四肢 接着他掏出一把电锯 只要我把你牵成小块你就跑不了了吧 就在他即将动手的关键时刻 一旁的大荧幕突然亮了起来 出现在其中的正是鲁鲁修 荧幕中的鲁鲁修自信地表示 我可是在五百米之外哦 毛表示那又怎样 鲁鲁修冷笑道 你自询理解CC 但你知道他的真名字吗 咦咦 我知道哟 这番话直接就给毛这条田狗整破房了 我不允许这世上有比我更了解女神的人存在 他愤怒地切割着荧幕 却听到大量的行声从四面八方涌来 原来是警察来了 鲁鲁修则昏在警察之中 一把暴起CC转身就走 他是如何从五百米外瞬移过来的 原来这个荧幕根本就不是世事通话 鲁鲁修提前预判了毛会说的话 从而录制了这段视频 惨遭欺骗的毛迎来了自己的末日 解决掉四弟的鲁鲁修感觉到神清气爽 他稳步推进着黑色骑士团的工作 使这边在各大组织里安插卧底 那边就派遣CC担任使者出访国外 正当他干到一切顺风顺水之际迎接他的 是一张妹妹娜娜丽被绑架的照片 很快帮飞打了电话 电话里传来了一个令鲁鲁修难以置信的声音 竟然是倒在乱枪之中的毛 原来医学奇迹救了这家伙一命 毛不紧不慢地说道 我将你妹妹放在了学校之中 她身上可是有炸弹的哟 于是鲁鲁修被迫在学校开始了寻找 路上他不小心让好友朱雀看到了娜娜丽的照片 热心肠的朱雀立马打算帮忙 两人通过电话里的水声判断 绑架地点应该是在下水道 二人通过电梯下到底层 果然在这里见到了娜娜丽 她的头顶悬挂着一颗四处摇摆的炸弹 如果移动 娜娜丽就会立刻爆炸 好在这里远离毛的独心术范围 罗洛修有机会制定一个计划 只见罗洛修单独来到学校的教堂赴约 毛本人正躲在这里 她打算和露鲁修再下一盘国际象棋 只要她赢了就引爆炸弹 罗洛修对此很没辙 在独心术的范围中 她根本就不是毛的对手 很快就被对方杀得丢盔卸甲 惨败的罗洛修真的陷入了绝望 她不住的祈求毛放娜娜丽一马 毛对她惊慌失措的反应很满意 但我可不打算放过你哦 只可惜 本以为会死于爆炸的娜娜丽安然无恙 这颗把毛看得满脑走冷耗 就在她愣神之际 猪雀的出现让情势翻转 罗洛修用镜子看了一眼自己的眼睛 她想起了一气 原来卢卢修单独见毛 只是为了吸引她的注意 留在下水道的朱雀 趁机拆出了炸弹 未计划成功 卢卢修甚至用超能力 消除了自己的这一份记忆 惨遭算计的毛 即将遭到朱雀逮捕 不打算放弃的她 竟然毒去了朱雀的内心 你个师父凶手别动啊 这几惊天大瓜宛如一击炸雷 不仅吓得卢卢修吃了一惊 朱雀的心态也被她说崩了 毛趁机跑出了教堂 没想到西西正在外面等着她 西提表示 你是我造的孽 应该由我来终结 只见她一枪打穿了毛的脖子 结束了她悲惨的一生 宇宙第一大孝子是如何练成的 一切都要从布里塔尼亚 对日本宣战说起 年幼的朱雀清醒地认识到 战败已是板上钉钉 但她那个首相父亲 却主张拼死抵抗 不愿徒增伤亡的朱雀 竟然一刀捅死了老爹 好嘛 您叫国家应该不叫日本 而是叫洛丹伦吧 朱雀埋藏在心底的秘密 她在失附后加入了布里塔尼亚军队 无休止的叛国行为 只是为了实现一个目标 那就是维持来之不易的和平 好在她干的还算出色 靠着在技术部累计的军功 外加和皇女尤飞的关系 她被破格提拔为 三皇女尤飞的专属骑士 这可是第一次有十一群人得此殊荣 升官后的朱雀迎来了 自己的第一份工作 竟然是担任柜子手 原来帝国抓住了 日本解放阵线首席技师藤堂 他们决定杀人诛心 让身为十一群人的朱雀负责行刑 朱雀却显得左右为难 她小时候曾在藤堂 开设的道馆中修行 对老熟人下手实在是于心不忍 好在一声爆炸打破了她的思绪 原来是黑色骑士团前来劫狱了 朱雀立马打起精神 前去迎战 罗鲁修的私人武装 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 原来藤堂的手下 曾向骑士团求助 罗鲁修想都没想便答应了 因为日本解放阵线此时已经瓦解 藤堂等人招入麾下 骑士团战力将更上一层楼 也是在京都派来的技术专家 夏塔的帮助下 结议行动开始 罗鲁修精妙的计划成功救下了藤堂 眼看即将撤退 白色骑士蓝色骆特从天而降 对于这个老对手 罗鲁修做了充分的准备 在他的指挥下 成功将猪雀逼入了死角 躲在暗处的藤堂突然突袭 竟然切开了蓝色骆特的驾驶舱门 那一刻 罗鲁修才后知后觉的发现 这个一直在战场上 对他造成阻碍的死敌 竟然就是自己的好友朱雀 藤堂与卡莲 也无法对这名老熟人下手 罗鲁修更是心态崩溃 决决指挥 此时帝国军增援赶到 黑色骑士团正好暂时撤退 按理来说 成功结语且安全撤退 黑色骑士团此一 应该是大获全胜 但罗鲁修却感觉 自己像个小丑 坐在其家里 发出了可悲的狂笑 获得爵位的生活究竟有多少 昨天还是遭受校园霸凌的 战败国建民 今天就一跃成为 全校学生中最亮的星 在学校派对中初见风头 朱雀在试图上的成功 告诉了我们一个道理 认识一名皇族是多么的重要 其乐融融的派对上 却有两个人显得格格不入 一个是眼睛魅妮娜 她对十一区人 带着一种固有的种族歧视 平时见到身为十一区人的朱雀 都是绕道走 自从她在酒店 被三皇女尤飞救下后 她就彻底变成了尤飞的迷妹 但朱雀这家伙 好死不死的 就是尤飞的专属骑士 这让妮娜心情复杂 好在她喜欢科研的态度 吸引了技术部长洛伊德 使她离境界偶像又进了一步 另一名格格不入者是卡莲 她在得知了朱雀的身份后 便决定兵刑险棘 为了Zero 她要在宴会上杀死朱雀 幸亏卢卢秀技师出手阻拦 才没有酿成大祸 其实卡莲为何会这么做 卢卢秀心中有数 最近她重新安排了 黑色骑士团的管理结构 常年大战的堂堂将军 被封为军事主管 技术主管由下塔负责 卡莲是千位队队长 善要是副司令 而负责情报部门的 则是一名不一塔尼亚人 新闻专家哈特 这家伙可是个十足的危险分子 国家立场主张 在她眼里就是粪土 只有爆炸性的新闻可以打动她 为此她不惜背叛祖国 加入ZERO的阵营 正是在这个野心家的蛊惑下 卡莲才会做出 刺杀朱雀这么个鲁莽的行为 如鲁修为此敲打了一番哈特 最近战事传身 你别给我搞事情 这番话并没有夸张 如鲁修在艳后上得知 十一区副总督尤飞 需要在附近的小岛上迎接贵宾 专属骑士朱雀必然要一同前往 如鲁修计划在这里申请朱雀 先用藤堂率队突袭岛上的军事设施 被打得措手不及的刘飞只好派出朱雀 但蓝斯洛特刚抵达战场 藤堂和卡莲等人脚底抹油直接开溜 哲雀在这几途中见到了山崖上方的ZERO 擒贼先前王 他果断掉转枪头 炒ZERO杀去 然后就不出意外的转弹陷阱 下坦的黑客气 废掉了蓝斯洛特的动力装置 失去机甲的朱雀陷入了重重包围 他只好接受了ZERO的谈判请求 两人来到地上对面而立 如鲁修直求地表达出了自己的想法 朱雀加入我们吧 面对鲁修判了的橄榄枝 师父判过海头里的好男孩朱雀表示 像我这么中意的人 绝对不可能背叛现在的组织 此时阿尔基里传来上级的命令 我们要发射导弹轰炸你所在的地方 你哪怕死也需要用生命将ZERO留在原地 面对如此不讲庆面的任务 朱雀竟然毫不犹豫地 并将陆鲁修劫持为人质 尤飞因这项计划会牺牲朱雀而大吃一惊 但这条命令的级别相当高 哪怕以他三皇女的身份都无法取消 不得已 尤飞只好开上一台机甲重向现场 想以自己的生命安全作为要挟 卡莲已从红链二十钟拖出 他想以自己的真实面目 说服朱雀放下武器 但他们都还是太天真了 盪空中突然出现了一台浮空飞船 不如分说并向地面发射出恐怖的火炮 眼看现场主角团就要全灭 朱雀修不得已用出了超能力 朱雀修一行因此逃出生天 但他们却被火炮的冲击力炸进了海洋 伸着羊流漂到了一座附近的岛屿 好巧不巧 朱雀修在这里碰到了同样遭难的尤飞 他刚想对尤飞发难 对方却主动开口道 你是刘鲁修吧 原来丽雅曾是玛丽安娜王妃的头号粉丝 因此经常和尤飞一起来找刘鲁修兄妹玩耍 所以尤飞一眼就看出了Zero的真实身份 刘鲁修竟隐瞒已毫已毫无意义 于是便脱下了面具 这一刻二人抛弃了成剑 他们只是一对阔别多年未见的亲兄妹 而同样遭难于此的朱雀 则碰到了卡莲 在一番搏斗后 卡莲惨遭制服 朱雀此刻才知道 那台对他造成超大麻烦的红莲二世 忠之人竟然是自己的同学啊 但他们可没有鲁鲁修那样的气氛融洽 两人从立场到相关完全不同 哪怕聊到半夜 还是未能化解仇恨 好在第二天一早 这四人竟然在岛上碰面了 鲁鲁修和朱雀立马决定交换人质 但他们脚下的地板突然亮起了一只星红之鹰 接着四人便被下落的地面带到地底 在这里他们见到了下达开炮命令的大佬 不离塔尼亚帝国二皇子 修奈吉尔 侮辱敌军本营的罗鲁修并没有慌乱 在卡莲的配合下 成功抢走了一台最新型的实验机体 高文 靠着高文的飞行能力 二人从岛上逃出生天 而朱雀可就惨露 他因为关键时刻违抗军令 遭到逮捕 哪怕由非亲自求情都没有用 一把耗牌打得稀烂是什么感觉 昨天还归为公主骑士 想万千瞩目于一身 今天居然主动提交了辞呈 这可把三皇女尤非给整不会了 咱俩的关系就差捅破那层窗户纸了 你们一脚你咋还能拉了垮呀 朱雀的理由也是非常奇葩 他因违抗军令而无法原谅自己 其实尤非早因此事 向二皇子修奈吉尔求过情 通过手眼通天的二哥运作 朱雀被无罪释放 但他自己却打了退堂鼓 这可把尤非正郁郁了 朱雀拍拍屁股走人还能回技术部上班 他这个花瓶副总督彻底沦为闲职 想参加作战会议帮忙 却被疼爱他的修奈吉尔万俱 你就别添乱了 感情失业双手组的尤非 只好记情于艺术 好在他运气不错 在美术馆见到了一名心理导师 那就是硬床保镖群的 眼镜妹妮娜 尤非认出 她就是酒店劫持事件中的那名少女 于是赶忙驱散了警卫 要说也是巧了 自从尤非在酒店中拯救了妮娜 这姑娘就变成了三皇女的贴感粉丝 今天她偶然来到美术馆 听说偶像在这里 于是便不顾一切地硬闯进来 温柔的尤非给了她一次单独会面几会 面对同龄人 尤非和她聊起了内心的苦闷 妮娜是一副标准单退人的模样 殿下你可千万不要妄自菲薄呀 你是我的神 这番话说了尤非重拾自信 她想通了一切 光速和自己和解 朱雀此时跟随技术部来到了九州 旧日本政府参党流亡海外多年 今天依靠着外国自助率兵放攻本土 朱雀就是来平定叛乱地 她驾驶着蓝色骆特一路过关斩将 但双全难敌四手 蓝色骆特的能源在车轮战中消耗殆尽 就在她即将淡尽良绝的关键时刻 朱雀接到了游非打来的视频电话 突遭表白的朱雀仿佛被打了一阵鸡血 当即表示我要打十个了 此时再次神兵天降 鲁鲁修竟然驾驶着高文前来救场 他递给了朱雀一颗备用电源 刚被黄女加了buff的朱雀 也管不了那么多了 接受了死敌的好意后 与鲁鲁修联手平定了九州的叛乱 鲁鲁修这么做也是有自己的小九九 他打算带领骑士团在十一区建立国家 此次参战就是为了向民众表明态度 他的计划进行得非常顺利 但此时代的鲁鲁修并不知道 这将是接下来所有大事件的开端 能同时管得住世界知名恐怖分子鲁鲁修 与帝国公主骑士朱雀的人或是谁 啊 学校的老师啊 这俩人虽然能在课后呼风唤雨 但本质上还是一名学生 过低的出席率让老师非常不满 你们俩给我补考 否则就等着挂科吧 被老师盯上的鲁鲁修 决定消停一段时间 正好最近学校要举办学院季 身为学生会副主席的他必须参加 只不过他却有些心不在焉 忙你偷闲也要处理骑士团事务 但其他人就显得非常放松了 朱雀和卡莲达成了口头停战协议 有什么事咱们战场上见 毕竟两个人在学院季可是很忙的 朱雀需要看着机甲做史上最大的披萨 卡莲则要在鬼屋里扮鬼吓唬人 朱雀在技术部的女领导也来到了这里 学院季浓厚的氛围让他玩得不易乐乎 最牛逼的当属CC 身为狂热的披萨爱好者的他 心里只有吃吃吃 除了他们还有不少人来到了学院季的现场 其中就包括善意药和湿衣的蓝发姐 善意药这哥们儿着实有点不地道 见到是一枚女后竟然养在了家里 蓝发姐也没什么意见 当起了善药温柔贤惠的小媳妇 心里除了和善药过日子以外 别无他想 皇女尤飞也前来微服私访 她在路上偶遇了露露秀的妹妹娜娜丽 一对阔别多年未见的姐妹突然相遇 两个人对我一些惊喜 一起喝了杯下午茶后 两人找上了露秀 姐妹情深的温馨场面 却让露秀如临大敌 她将二人带到了远离会场的地方 此时朱雀正开着高达做披萨 但突然一阵腰风吹过 是也把游飞的帽子吹飞了 也把朱雀手里的面饼吹跑了 眼尖的夏丽一眼看出了游飞的真实身份 一时间所有学生都闻了过去 想要一堵公子的芳荣 只有CC寻碎地表示 我的披萨 现场一时间非常混乱 好在朱雀驾驶高达接走了游飞 可能受到热烈气氛的感染 游飞居然借此机会抱穿一颗惊天大瓜 此话一出全世界都围着震惊 其实游飞的想法非常简单 他想靠建立特区 替了陆修纳拉利朱雀等人谋的一席之地 为此他特意向修奈杰尔王兄提出了申请 在得到了同意的答复后才有所行动 但天真的他不知道的是 这项命令动了太多人的蛋糕 包括他异乡情愿的最大受益人露露修 也会因他的异想天开而陷入重大危机 一个完全由十一群人自知的特区 能对露露修造成怎样的打击 首先不少骑士团成员奋斗的目标就是解放日本 现在主权唾手可得 他们便失去了战斗下去的理由 甚至连福斯令善药都动了招安的心思 毕竟他一个十一群人 想和布里塔尼亚出身的蓝发解雇安稳儿子 自知特区就是最好的选择 其次民众舆论也是很重要的一点 如果骑士团公开反对特区的建立 那就意味着反对和平会失去民心 如果同意特区建立 那就会失去反抗的理由 一定会被帝国夺取兵权 难免敲后算账 可怜露露修机关算尽的建国计划 被尤非如此轻易的就毁灭了 民众普遍对这项提议是支持态度 毕竟他们可以拜托十一群人的屈辱身份 重新做回日本人 一时间舆论成一面倒的趋势 露露修为此非常苦恼 他只好找上自己的心灵寄托娜娜丽 露露修学问妹妹 你喜欢尤非姐姐吗 娜娜丽回答 喜欢呀 如果能像以前一样一直在一起就更好了 时间来到特区建立典礼的当天 露露修以Zero的身份 乘坐着高温空降会场 他提出要和副总督尤非担任会谈 尤非同意了他的请求 然而来到了一间密室 露露修却掏出了一把混过安检的手枪 面对枪口 尤非却表现得非常诚恳 我会保证你们所有人的安全的 请相信我 哥哥 为了完成这项法案 我连皇位的继承权都叫了出去 尤非的决心最终打动了露露修 他居然产生了救死归隐善灵的念头 尤非见哥哥同意 也是松了一口气 兄妹俩开起了玩笑 而正因为露露修的一句玩笑话 将两人都拉入了万劫不复的地步 如果说着日本人杀的这个人 也不关系 当然 俺 谁能想到 露露修的超能力竟然在冠键时刻爆走了 尤非被他无意间下达了杀死日本人的指令 瞬间 温柔的三皇女化身 嗜血修罗 她一路消炮来到会场 指挥士兵乱队 在场的日本人展开屠杀 她甚至亲自持枪担任柜子手 欢乐的会场 瞬间化身血腥底 命名吹死的老人 抓住了路过的陆路修 吉尔容 救救我们 自知酿成大祸的陆路修 后悔已来不及 现在能做的只有集结部队 她含泪告诉骑士团成员 游飞吐动法案的真实目的 就是杀光日本人 所以全员听命 将尤飞找出来杀掉 你肯定不会相信 陆陆修与朱雀这对至交好友 会因一个女人而彻底决裂 甚至走上了 必须杀死对方的绝路 原本亲密无间的他们 为何会走到这一步天地 这一切还要从尤飞说起 被超能力控制的尤飞 此时已经杀疯了 他残忍的暴行 彻底激怒了黑色骑士团的成员 他们奋力抵抗着 帝国军队的屠杀 乱军之中 卡连率先找到尤飞 陆陆修纹身赶到 见此时的尤飞早已无法沟通 陆陆修忍痛 对他扣动了扳机 冰冷的子弹穿透了尤飞的身体 也打穿了半空中朱雀的心 他不顾一切地冲了过来 哪怕拼掉蓝斯洛特的一条胳膊 也要将尤飞救走 重伤的公主 被朱雀带到了洛伊德的面前 技术部立刻调用了 全帝国最顶尖的医疗资源 但也仅仅是保住了尤飞的最后一口气 弥留之际的尤飞睁开了双眼 他已经忘记了被超能力控制时的记忆 重归善良的他 努力地悬问身边的朱雀 日本特区的建立成功了吗 朱雀不忍让心爱之人伤心 他含泪说道 很成功哦 得到答复的尤飞心满意足地闭上了眼睛 他终究是死在了朱雀的怀里 朱雀的心也随着尤飞去了 今生或许再无悲喜 此时一个黄发正态出现在他的面前 男孩儿子称Vivi 他告诉朱雀 尤飞之所以会下达如此可怕的命令 是因为他被ZERO的超能力控制了哦 这番话彻底激怒了朱雀 他本身对国仇加恨就没有兴趣 更不在乎其他人会怎么样 从此他的内心只剩下一件事 那就是杀死ZERO 朱雀崩溃的这段时间 卢卢修可是做了不少大事 他指挥骑士团击出地屠杀日本人的帝国军 这让他在人民中的口碑达到了顶峰 卢卢修顺势提出建立一个独立的国家 得到了市役区内所有民众的支持 一时间反抗的火种烧遍日本大地 卢卢修迅速集结了全国的反抗力量 浩浩荡荡地杀向了东京租界 只要打下这座城市 骑士团将彻底掌控全日本 租界内的帝国军当然不会坐以待毙 总督利亚因妹妹尤飞的死早已濒临崩溃 他率领所有军队守在租界的外围 是要与ZR拼个遇事俱焚 黑色骑士团与布里探尼亚的全面战争 即将正式打响 突然塌陷的东京租界 打了利亚一个措手不及 这其实都是鲁鲁修准备的战术 顷刻间帝国军损失惨主 总督利亚的安慰到我大爱 在秦卫队拼死的掩护中成功撤退 相较于帝国军的狼狈 骑士团在鲁鲁修的指挥下则显得右条不紊 鲁鲁修与CC驾驶着超级武器高纹飞在空中 一个电磁炮横扫就清干净了帝国的空军 没有空军掩护的陆军故障难鸣 不断遭受的腾堂率领的地面部队的冲击 情报专家哈特带兵攻陷的电视台 他要将东京的战况随时传达给全世界人民 鲁鲁修和善药等亲信拿下了自己就读的学校 明面上他的意思是要用此处当作司令部 其实他是想保护娜娜丽以及学生会的朋友们 为了让朋友安心 卡莲甚至摘下面具挑明身份 眼看学校内的局势即将稳定 朱雀驾驶着蓝菲洛特从天而降 卡莲看着红帘二世迎进 疯狂的朱雀此时下手毫不留情 两人从地下倒到天上 绕是卡莲奋力抵抗 还是被朱雀费给了红帘二世最强大的右手 胜负一分之时 鲁鲁修驾驶着高文横插一脚 他将枪口对准了学生会的成员 好友遭到威胁让朱雀投鼠机器 想救人只能贴地快攻 没想到鲁鲁修早就算到了这一点 蓝色洛特再次被下榻俘获 拿下朱雀让鲁鲁修没了好顾之忧 他决定实施斩首行动 菲若总督府的他遇见了丽雅 仇人见面分外眼红 丽雅不要命地对最弱发起了攻击 竟然压制了性能更强的高文 眼见鲁鲁修即将落败 丽雅最亲信的将军竟然在背后偷袭 原来他早就被鲁鲁修用超能力控制了 重伤坠机的丽雅失去了抵抗能力 鲁鲁修也在他面前脱下了面具 丽雅震惊于抽敌竟然是自己最疼爱的弟弟 鲁鲁修却不想聊那些老黄历 他对丽雅用出了超能力 回答我的问题 当年是谁杀死了我的母亲 被控制的丽雅老实地打道 不知道 这可把鲁鲁修整不会了 玛丽安娜王妃遇此时 负责警卫的正是丽雅 丽雅却回答 是王妃亲自下令撤掉的警卫 唯一知道真相的 只有二皇子修奈吉尔 这个答案气得鲁鲁修压关紧咬 到头来还是什么都没有查到 但此时意外发生了 这场意外宣告者 战争彻底脱离了鲁鲁修的掌控 什么事情能让鲁鲁修抛下脱手可得的胜利 气成千上万的生命欲不顾 依然决然的从战场上逃跑呢 答 妹妹娜娜丽被抓了 鲁鲁修来到总督府的这段时间 作为司令部的学校早就乱成了一国粥 朱雀被擒让学生会众人同仇抵抗 想偷偷救下朱雀 结果失败 他们的离开使娜娜丽独售空房 神出鬼魔的少年VV趁机掳走了她 不仅如此 副司令扇药抓到了一名潜入者 竟然就是她的小媳妇蓝发姐 蓝发姐却没了往日的温柔 夺过扇药的枪便扣动了扳机 原来她此时已经恢复了记忆 蓝发姐又做回了那个冷血的布里塔尼亚军人 副司令声令垂危 让司令部方寸打乱 愤怒的骑士团士兵打算拿取生会成员开刀 朱雀见状 赶忙从机舱里走出来 就在双方即将爆发冲突之时 洛伊德带领的扶空飞船赶到 靠着精良的帝国装备压制了骑士团 就在双方交火之时 又有一台搭载着炸弹的老实机甲突然出现 驾驶她的正是眼睛媚妮娜 她身为尤飞公主的铁杆粉丝 在公主死后心态崩溃 一心只想用炸弹和Zero同归于尽 炸弹的威胁使得双方被迫停火 朱雀得以趁机执行她的终极目标 杀死Zero 她先找到了中山的总督丽亚 丽亚告诉她 Zero去了当时你们落难的荒岛 朱雀文言立马追去 卡连见状也紧跟上去 罗路修为何会突然前往那座荒岛 原来CC用不知名的超能力 感受到娜娜丽被俘 地点正是那座岛屿 于是二人驾驶着高文赶去 登岛后竟然遇到了一名老熟人 竟然是被机械改造后的橘子格 这家伙对Zero怀着滔天的恨意 CC只好驾驶高文拦住了橘子格 给了罗路修拖完时间 拦在罗路修面前的是一面厚重古老的墙壁 正当她思考如何打开墙壁之时 朱雀和卡连先后赶到 此时的朱雀早智生死于堵外 她用嘴炮诱惑卡连 你也想知道Zero的真实身份吧 接着便一枪打死了Zero的头盔 在头盔之下 二人见到了一张熟悉不过的脸庞 卡连直接崩溃到地 朱雀则满脸吻起 我早就怀疑你了 但你用超能力控制杀害了尤飞 所以我要逮捕你 罗路修急着救妹妹 没时间在这玩警匪游戏 两名好友直接吵了起来 朱雀骂罗路修是杀人犯 朱雀骂猪却是是服卖国贼 越说越强了 两人最终举起了手枪 那么反叛的朱雀秀第一集 到这里就结束了 这部放的第一句 可以说就是为了挖坑而存在的 所有的问题 都会在第二季得到揭秘 大家还想看第二季的解说吗 留言告诉我吧 我是管姐 我们下期再见咯 拜拜 拜拜